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电商背后的案例商计 今天讲到一个吊牌之王,IP之王,授权之王,南极电商 很多个奇怪为什么我们明明只关注跨境出口电商 为什么会今天讲到南极电商呢? 非常简单,因为就在昨天南极电商的这个投资者 这个见面会上面,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张玉祥,张总 聊了很多很多关于南极电商的一个事情 然后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叫吊牌之王,标牌之王,要剥掉这两个标签 要开始做好货不会,要去做供应链 要去做B2B平台,要去做跨境出口电商 要去做所有的东西 这都让我想起了这个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包括从私域流量,包括到元宇宙,包括到IP授权 包括这整个内容电商 因为我们在看了整一个南极人的整一个的投资者报告上面 他们反复提到了一个内容电商 可能做跨境出口电商朋友会奇怪 为什么明明讲跨境出口电商 但是我们会关心一个国内电商,而且是做授权去做所谓的标牌之王 调牌之王的南极电商呢 接着咱们之前的这个内容啊,我们继续延伸这个话题 那南极人从南极人做内衣到后来他变成一个南极人电商 开始找到了这个授权电商的这个甜头 一发不可收拾啊 那按照最新的数据吧 十月份数据他们好像应该大概做到两百八十多亿这个营业额 那张玉祥张总呢,在他们前天昨天的这个发布会上说 今年的目标要做四百五十亿 未来要做三千亿,好或不会啊 我们加价率要控制的非常的低 人家加三倍五倍,我们就加两块钱一块钱 我们要把供应的做到极致 我觉得张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前辈 为什么呢?一个当年创办的南极内衣到后来把南极内衣变成南极电商 到南极电商,现在在无论是天猫,京东,平多多,抖音,快手,韦炳汇 在主流的电商平台,他的授权商,经销商们 包括他的工厂们,其实都赚了不少钱 那但是最近这一年时间,尤其从去年开始 整个南极电商整个增长,其实上了瘫颈 更加不用说他们今年年头提到了他们做那个跨境出口电商 要自己学虚应,要去做极致的供应链 要去做数字化工厂改造 要去做所有所有的东西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话题的啊 就像我们之前上一个内容提到了IP授权 IP元宇宙,包括我们之前提到了这个安德斯特 这个做电竞级,这个做拿到了漫威 包括我们提到了这个名创优品,拿到了这个漫威授权 包括迪士尼,对吧?做过产品人知道 迪士尼的这个授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最起码你不会亏很多钱 很大机率你会挣不少钱 那还有包括像这个孩子宝 Transformer,变形金刚 那包括陆陆续续,其实有很多优秀的这些IP产品 在全世界范围内 他们都有很好的东西 那对于我们现在跨境出口电商的朋友而说 无论是做独立站的,尤其是做这个还是做平台的 做时装的,做服饰类的,做协服相伴的 都有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去,本来我们在那个第三第四的时候呢 其实一直还行 但当虚应这样子的,已经出现了用资金来用年ROI 他更多考虑是这个用户一年的活跃度 一年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所贡献的这个收入的时候 那像一般的第二第三梯队的这个用,就是卖家 如果他自己没有自己的私域流量 没有自己的内容的电商 没有去经营自己的重复复扣 他往往就在这个,我们叫 用货客的ROI上面就输掉了 输掉以后慢慢慢慢其实就会 要么被淘汰掉,要么就怎么样 但同时呢,这个是大部分人会想到的一个情况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些朋友 像我们现在有些做日本的朋友 那天上两星期吧,我们组了个小局 我们跟几个广州的朋友聊,吃了个饭 吃了饭以后呢,我们聊到一个 就在场的大概四五个都是卖家 然后一部分是做这个创业者的投资的 做技术人,其中有个朋友呢 但是他是只做日本市场 而是只做某一类型的这种功能服装 他在日本从几百万做到现在过亿 今天目标要翻一倍 那如果说放在整一个跨庆出口店上的这个 赛道尔说,那这个朋友其实 跟我们其他当天的朋友比是没得比的 那他其实就一个多一的出这营业额 这把公司也是二三十号 我们随便的那一张朋友都是几百人的 甚至上千人的公司 业务从国内到海外全世界都有 但我非常非常欣赏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 他们是成长路径 一个单一国家,一个单一市场 只在亚马逊,日本 跟雅虎一部分的桌桌汤 这样子,他能做到一个亿级以上 而且他的这个客数率非常的低 他退货率非常的低 是几乎是个位数 个位数,我不是八九是二三 百分之二三这样子 然后最有趣的是他跟我 因为他每年都会跟我交流两三次 他反复跟我提到一些 我今年的所有的目标 我就要把供应链 把品质,把品控抓上去 而品质,品控抓上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我的现在做的这个日本市场 其实我的用户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 我的老客户不断的沉淀 不断的沉淀要去做 但是呢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继续扩大我的整一个的 增长的空间 那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可能要去做一些本地的IP的一些联名款 那这里呢就提到了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南极人的这个 叫雕王之王,吊牌之王 南极人的成,南极人电视商的成功 是因为他就把南极人这名字推上来了 冷修出南极人 然后把这个品牌 授权了给衣服,鞋子,袜子 各种各样的生活价格产品 但说实话我曾经买过一只南极人的产品 买过一次我就不买了 因为品质实在太糟糕 同样可能是20块的东西 可能是20块东西 另外品牌可能是30块钱 我可能买了一只20块东西 但是他品质真的是 不是那么很安心 那我就不会再买他的东西 我还是选择买一些稍微贵的东西 然后像张玉祥,张总提到的 好货不贵 要去强化工艺链 要去做工厂的数字化改造 我特别记得他里面提到一句话 就是说 传统的时尚的 快时尚 设计师是没有经营意识 没有财务意识 不对结果负责任等等等等 但这些问题全部在跨地收贵上已经解决了 然后在他的整个内容里面 其实反复出掉出现虚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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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品牌叫FOMOS FOMOS我看了一下他的产品 包括他们跟那个CAA CAA这个所谓的1864年的品牌 其实老化的已经不要不要的了 老化的那么严重品牌去做所谓的国际品牌 然后包括他们收购了 刚刚花了5个亿 收购了韩国的那几个品牌 那其实可以很清楚看到 南极人在国内的这个增长 其实已经基本上到顶了 那就要回到一个 我们今天一定会谈到的一个话题 双十一 我们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 是2021年的10月12号 刚刚双十一结束了 双十一结束以后 反正我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原因是 我的朋友圈再也不出现 天天就刷屏了 也没有那种打鸡血敲鼓 然后这个半夜三更不睡 在冲城汽 没有一天都秒造千亿 非常安静的 非常平和的过了一天 然后我更多精力是宽注 在我们自己的这些事情上 那为什么说这个我会挺 就我个人会挺挺舒服 挺舒服不是说双十一 这个这个做不好 而是说已经不再需要 去人造一个购物职业 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产品的 这种购买的场景 购买的方式 以及获得信息的方式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我们不需要非得到 双十一一天才买 我举个例子 就知道我们在月头的时候 就十月底 我们因为工作需要 我们就新买了一个设备 是大疆的手持稳定器 那我看到在京东上面 在十月二号吧 开始有个节目 对吧抢双十一的流量 但是我根本没等 我直接买了一某 我需要的东西 我还希望他今天马上就到我这 因为我要用 那我看了一下价格 大概差了一两百块钱吧 但对于我来说 这一两百块钱 是没办法满足我 在当下需要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反映了 这个年轻消费者 包括现在在疫情 这种物理隔离以后的 无论是国内消费者 还是海外消费者 他对几个东西 是特别特别的敏感 第一就是商品的品质 第二是整个订单履约的 这个时效跟保证 那跨境出口电商 跟国内电商最大的区别 是整个交易链条是更加全 那我们其实挺佩服 张鱼翔 张总这样的 这种魄力去做跨境出口电商 包括他们搭建起来的 这个像我像样的这么一个平台 先不评价他到底走的怎么样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他们产品 基本上也是快市上的那些套路 也就是Forever21 Zala HMM 类似这样的风格 也是主打低价格 那其实这里面就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就像我们在之前里面提到一个点 所有的海外消费者 其实现在获得信息的方式要很多 Google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Snack Chat Twitter WhatsApp 包括等等等等的 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包括现象 那南京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做这种售牌 我们就要授权 或者是收购品牌 再去贴牌 然后再把它复制放大 这个方式还可行吗 嗯 我是打一个问号的 但这个不代表说我对于IP授权 这条路是否认 我的疑惑是说南京本身是否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么一个 尤其是现在这个跨境出口电商这种物流 定家履约能力其实越来越复杂 或者说不可控的时候 他能够保证的 他们现在好像都是用直发的方式去完成的 那像福斯类 如果他用本地仓 这意味他整个库存周转会非常的慢 南京电商最厉害的东西是高周转 零库存跟低税 低税 这个我们叫低加价率 但如果他要去做这样一个极致的这种 从中国到全球的这种服饰供应链 要去做这种品牌授权 收购本地的品牌 然后进行一个二次的复生 就有点像Fila被安特收购以后这样的方式 也类似于这个安特斯特拿下了曼威的这样的方式 更加不要提下名创优品这样方式 这种方式你拿授权去推 这应该花点成本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问题就是来了 你怎么保证这个订单履约 还有你的产品的品质 所以在一个南极电商的这个投资者见面会上面 张总的不断强调说啊 我们要去做数字化的工厂改造 我们要保证这个品质可控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利润还给工厂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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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